這條是關於probability的題目 Peter就是現在keep著要摘一個公平的色仔 直至得到第一個錄 Apart就說了,找回他在第四次就得到第一個錄的機會率 Part B就叫你找In terms of n,由n表示 就是了,他在第n次才摘到第一次錄的機會率 Part C就說,叫你找回n的最小值 就是令到他摘到第一次錄是在n次 或者n次之前出現第一個錄的機率是大於0.99 好了,那做法是這樣的 先找到Part A和Part B Part A的機會率就是5 over 6的三次方乘六分一 為什麼呢?他要第四次才摘到六 即是說頭三次都要摘不到六 頭三次摘不到六的機會率就是5 over 6 再自成三次,代表頭三次都摘不到六 乘回六分一就代表第四次摘到六 所以答案125除1296 Part B,我要在第n次才摘到第一個錄 即是代表頭n-一次都摘不到六 所以變成5 over 6整個n-一次方 即是5 over 6自成n-一次 然後再乘六分一 即是第n次摘到六 經過化解就是5的n-一次方除了6的n次方 黑斯 他現在說我要第一次摘到六的次數 是在第n次或者之前出現 所以我就會寫 要麼他就在第一次出現 六分一 要麼就在第二次出現 就是5 over 6乘六分一 要麼就在第三次出現 5 over 6的 bracket square乘六分一 一路加到第n次出現 一路加到第n次出現第一個六 就是5 over 6的n-一次方 再乘六分一 那麼這裡的總和要大於0.99 你看一下這個筆等式的左手邊 這邊其實就是sum of geometric sequence first term是六分一 common ratio就是六分五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用回sum of geometric sequence的公式 就是a乘1-rn次方除1-r 就會大於0.99 這裡分母是1-5 over 6 就是1 over 6 和旁邊這個1 over 6 若減沒有了 所以只剩下分子1-5 over 6 bracket n次方 大於0.99 也就是說這個5 over 6 bracket n次方 會小於0.01 我們只要把1丟掉去減 然後兩邊乘負1 然後戰爪就會轉 然後兩邊ticklock 然後就變成n乘2-lock5 over 6 會小於0.01 然後兩邊除回lock5 over 6 那筆等式的戰爪要相反 因為lock5 over 6是負數 所以解到n是大於25.2585多 接著n的最小值 就拿26了